大家有没有这个会不会撇拉 我们先来互动一下 我们在正常打球的过程中 大家会不会撇拉 好 来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打球的过程中 我们的撇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是因为撇拉这项技术 无论是撇这个攻球也好 拉球也好 你像撇这项技术 它很重要的是 能起到晃对方 如果他正常打球的时候 你要是正常打直线 他很容易就能接过来 但是如果你有晃的动作 就所谓的撇攻撇拉 都可以用撇这项技术 那么对手呢 会有一定的这个 他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对方来球以后 你如果身体跟手分开的话 你看 他有一定的晃到对方的感觉 所以说撇这项技术呢 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攻球和拉球的进阶技术 好 那么我们首先说攻球 这个撇的技术 它用于任何的技术 比如说我侧身位 我的中路位 我的正守卫 都可以用撇这项技术 那么撇它核心点在于 它的这个手上动作 跟身体动作是需要分开的 手上动作跟身体动作是需要分开的 那么它的手要朝向怎么样 看 跟身体它要进行分开运动 这个才能形成撇的动作 那么比如说我打斜线 我的这个点 我的拍头 我的肌球点 必须要朝向斜线位置 那么我们的身体跟手是分开的 好 那么我打完之后 我的收臂 这一下是我的还原动作 所以说我的核心在于停顿 你看啊 当我攻球 打完 剩下收臂这一下动作呢 是为了更好的去迷惑对手 是我接下来一个惯性动作 你不能在这停 所以说我们在打的过程中呢 我们出球的板形 在这一瞬间要对准 你想打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中间位置 我想去撇 那么我要撇斜线的话 我的肌球点 包括我的板形 必须要朝向右侧 你看拍形必须得撇 因为你这个技术就要撇 你如果勾腕 这个技术就无法形成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手打开 在击球的这一下 朝右前方 朝右前方 好 那么我们收臂这一下动作呢 是为了更好的 让我们来球以后 我们能够做好我们接下来 晃点对方的动作 所以说当来球以后 我的身体朝向左侧 我的手臂朝向右侧 同时击打出去以后 进行收臂 好 这个就是撇呢 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 那么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你像撇这项技术 它跟这个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馈 好 我们撇这项技术呢 它跟我们的攻球有所不同的是 我们把板形啊 在引拍时就要手腕外撇 无论我是直板还是横板 我们在引拍时 我们的手腕就要进行外撇动作 在击球这一下 你看 整个是属于滑板动作 所以我在打的时候 我形成了一定的收钱币呢 不能直接向前送 而是向左前方用力 你看 一 二 一 二 好 那么这项技术它有什么好的效果 在你出球的时候 对方以为你打的是斜线位置 因为你的身体走向呢 是走向了斜线 但是呢 你出球的时候 你的拍形走向呢 是走向了直线位置 所以说当对方篮球以后 它很容易被你晃到 很容易在防守的时候 形成这样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撇球的第二个优势呢 就在于 因为它是撇弯的 所以它过去的这个角度呢 相应的也比正常的角度要大 你看 当我撇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撞击 或者是摩擦到了球的正面 而是摩擦到了球的侧面 看 好 摩擦到了球的侧面 所以这个球 来球以后 我不能直接向前迎 而是击打的时候 向侧膜 在膜的过程中 比如说你是撞击 你手腕保持不动 如果你是拉的话 这个整个过程中 靠手腕去进行摩擦动作 好 好 我先给大家拉两个啊 大家看一下 下一球 当然能用了 下一球 当然能用这项技术了 要看下旋 我们就拉两个下旋 要看上旋 我们就拉 打两个上旋 看 对方来球 看 摩擦到球的侧面 看 撞击到球的侧面 看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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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收臂动作 你看 它是横向收臂的 横向收臂的 这样的话 我打过去的球 角度又大 同时呢 给对方的感觉就是 我像我是在打斜线 其实我在出球这一下 你看 我动作非常小 那么我们正常打直线 我们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正常打直线 对手呢 是很容易能够看出我们的意图 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 整个的身体 一定要向左侧用力 看似是朝向右 朝向斜线位置 但实际手跟身体是分开的 你看分开的 收臂呢 也不能直接向前收 如果直接向前收 它就没有撇的动作了 这种技术 它是属于一个进阶技术 就是吧 如果刚开始打球的人 他觉得动作不正规 那么如果说 对 我们的管理说的对 其实这个动作不是你不舒服 是对手不舒服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球的威慑力会很大 所以应该是对手不舒服 而不是你不舒服 就是吧 它是属于一个进阶技术 它是属于一个进阶技术 可以可以 一会给大家模仿一下 这个 那我打两个直线给大家看吧 这个中路球 可能这个稍微别扭了一点 其实这项技术 它是一个正常落点的进阶技术 比如说你打的过程中 你想让对手难打 难判断的话 你能是把所有动作都做得很正规 告诉他 我要打你斜线了 我要打你直线了 不能这样 我们来球以后 我们要根据 你恨不得这个球能打到他小三角 所以说你的动作应该是多样化的 你看张艺宁 他就有卷拉 对吧 手腕回勾 到正手位 很多时候都是卷拉 王楠很多情况下 他都是撇拉 这两位运动员 是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说每一个运动员 他都有自己的技术风格 嗯 对 他都有自己的技术风格 那么这个技术呢 他其实属于一个落点的进阶技术 如果大家正常打的时候 觉得有点难 我还在一个初级的情况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来 正常的去学习 那么比如说 直线 正常我们打直线是这样 看 我们直线不收 收臂不收完 对吧 我们腰不转完 前臂和拍头冲向前方 那么我们再打这种撇的技术 你看 你看这个落点 板板在边线 板板在边线 来球以后 你看 从引拍到出球 手腕都要撇 这点很重要 身体跟手 身体跟手分开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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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球 他用于在比赛过程中 当对方来球以后 我想去调动对方 我想把落点打开 我再运用这项技术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拉球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拉球 其实在拉球 它的威胁就要大很多了 你看 你看 当你斜线直线拉出来 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威胁了 好 大家看到没 在拉球过程中 它的这项技术 就会非常的实用了 攻球看着 可能是对于初级来说 它离得我稍微有一点远 当然对于你会拉球 会下选 这项技术 它的运用率 得分率是很高的 比你比直了打直线 给对手的威胁 要大很多 看有点害怕 来吧 我给大家打几个下选 很多人问下选能不能撇拉 当然可以了 我们以中间 中间为视力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有没有专项练过摩擦呀 你像这种 抖手腕摩擦是必备的课程 你看 抖手腕摩擦 是我们能够拉好下选球的关键 看 把球吃住 看摩擦住 摩擦的越高越好 为什么 不能把球拉转 看 摩擦的越高越好 好 来为大家拉几个 来球以后 好 怎么样 在下选球或 上选球进阶技术里面 撇拉是不是很重要了 是不是撇拉特别重要了 嗯 好 大家能看懂就行 来吧 我们来说一下 撇拉的几个关键点 好 来 咱们来说一下 撇拉的几个关键点 自抛自打 我不建议 自抛自打 为什么呢 好 是因为这个 来球以后 我们要形成 自抛自打的话 这个球是不往前走的 就跟那个反弹板 反弹过来的那个球 都会很